你啊 你从哪儿来的 钟啊 今天第一个来收拾你一下 得了 直接一边聊过去 别听了啊 没机会了 没机会听了你 这小子 上了就扯得些没用 我好不容易看会弹幕 今天九点就下吗 九点不下 九点慢慢聊啊 这几天咱就属于 讲的东西呢 这几天是属于一个 新事新秩序新格局的一个讲法 就是我已经迫不及待 讲没有霸权的一个世界格局了 就是属于新秩序 新秩序啊 看了今天的整个金钻会议 各个发言 确实 就是感触挺深啊 短短的老美这短短嘚瑟几天啊 基本上这个新秩序呼之欲出啊 来了啊 基本上是来了 这次呢不能说完全敲定 这个定型呢 或者说是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最大的一场会议 扩大化会议 这场会议对 我无论是来的也没来的 大家都看得门清的啊 特别对非西方世界 整个世界来看啊 对这场峰会 大家很期待 终于有 有美西方北约集团 G7集团 欧盟集团之外的 另一个新的体系来出来了 而且他这个会议的场地 还是在俄罗斯 这个实际上就是 昨天七合说了一句话 这个会议的召开 经过两年多的 美西方的围堵 就说白了 很简单一点 美西方在冷战之后 最大的一场 史无前例的一场制裁 一场巨大的孤立 在金融体系 在军事体系各个层面 对俄的失败 这个失败 实际上也是 美西方衰落的 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紧接着这个 这个大型的会议 一个展开 现在我看到 今天有好多人 又唱出来了 他们是真不明白 这里边的事 所以说 我放到最后 讲金钻 接下来 新秩序 对整个美西方 的一个影响 或者是不是影响 是未来的一个 国际秩序的一个走向 新秩序走向 今天第一场 有个炸裂新闻 伊朗媒体爆出 自伊沙和解之后 伊朗 萨特将要在 红海 进行首次 军事演习 听好了 这个是什叶派 跟逊尼派的首次军事演习 而且现在正在商讨当中 并没有完全敲定 但这个事 还是沙特提出来的 这个很关键 这个是非常关键一个点 是沙特提出来的 这个得着重讲一下 着重讲一下 一直 从伊沙和解之后 有一部分人 一直在制造什么 伊沙的矛盾 各方面 一直在 话里话外的表示 东方在中东 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到今天 七哥是一直战 沙特跟伊朗那边 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相信他俩 我就相信东方 沙特突然之间 主动提议 与伊朗达成一个 想与伊朗达成一个 军事演习 而且在这个敏感的 地段 就是洪海这个位置 这是为什么啊 七哥说 很简单 大家都想上牌桌 谁也不想天天猫桌底下 闷声发大财 虽然沙特倒向东方 给东方的这块 经济利益 各方面的像军事进口 各方面在咱家的投资 进伊沙和解之后 这两年来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但这些都是表面的工作啊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 未来 沙特想在中东 有一席之地 或者是能与之 跟伊朗达成一个战略平衡 最重要的一个点 你得是展现你一个态度 态度不一定说是你军事啊 喊他喊杀 你非得像什叶派 抵抗之胡似的 不一定 但是你 你没有这方面的东西 你永远是被伊朗压着的 最起码在别人的眼中 你在你自己眼中 你也是被伊朗压着 伊朗自从打了以色列 二百枚弹道导弹之后 现在伊朗的风头正盛啊 这个 这点大家都明白 所以说呢 以色列这个防空系统 各方面已经被扒光了 地面部队呢 小谷部队过去到贝利巴顿 这种党又给敲回来了 小伊现在就是属于困兽啊 表面呢 还是有点张牙污掌 但是现在被伊朗做完了 明显是低调了很多 但是无论怎么看 呃 现在大家都能看出来 这这件事 这战略走向往哪边走了 所以说呢 沙特主动要求这个用军事的方式来跟伊朗协作的军事演习 向全世界释放的一个信号是重大的 这个信号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俩本来是以前是水火不容的 呃 本来呢 在这这这么多年 那在中东也是被各个击破的 一个什叶派老大 一个逊尼派老大 所以说呢 伊沙和解之后的再一次的军事协作 这个影响非常大 这个信号也非常强烈 说白了 他也想上牌桌 而且是堂堂邓正的上 所以说伊朗放出这个消息 呃 具体他俩什么时候达成 呃 这个东西咱要往后看 但是呢 还是契格说这个 从整个从战略方面来看 这个沙特是必须要有所作为了 接下来 因为现在的以色列防空被扒干净了 以色列现在 呃 还对 我说今天我发视频 还对居民楼民宅进行 呃 轰炸呢 就基本上困兽了 无头苍蝇 得哪撞哪 呃 完了布林肯那 昨天契格说十下中东 我说今天的媒体报是十一下中东 以前我记得九下了 这怎么这么变成十一下 我咋的 布林肯我怎么 这个 我把天天跟 这怎么 我咋到我这少一下 哦 哦 原来是他妈十一下中东了 你他妈住那得了吧 啊 住那得了吧你 我他妈还整个少一下子 你说这么扯不扯的 呃 这么说吧 从去年 到现在 巴以冲突到现在 一共十二个月 他去了十一次 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十二个月 我来十一次 哎呦 这次去迎接 呃 布林肯的 不是以前那种啊 这次迎接他的是 以色列的防空警报 以及珍珠党的火箭站 下飞机就干冒烟了 叫唤 哎 下飞机就干冒烟了 这次不一样了 以色列现在的防空体系 确实是太难了 被扒干净了几乎啊 被扒干净了 而且呢 呃 更搞笑的是啥呢 他刚落地 黎巴嫩珍珠党 同时向 嗯 叙利亚这边的民兵组织 同时向叙利亚的 美军基地 狂狂又来了一串炮城 发生了巨大的爆弹 啊 老美 咪着 没报 啊 布林肯来了 两边 一边可以色列 一边可美西地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七哥说的 战略反攻 战略反制 现在很明显 就你谁来 你下场也好 不下场也好 我得往死里揍你 所以说这一次呢 嗯 肯哥去 布林肯 应该是 应该是最最最最后一次去了 因为回去 基本上就下台了嘛 他这个班呢 肯定是下下台了啊 所以说呢 困住以色列 猛攻美军基地 是接下来整个抵抗之湖的一个战略目标 嗯 所以说这老美 你下雨不下 这些都是没有用 嗯 中东呢 是困住以色列 利用这个鱼尔 必须把美基地 单个摘除 所以说 从现在的整个战略基点来看 整个抵抗之湖也好 完了 或者是像他们这方面 沙特这个阿拉伯为主的国家也好 现在全部集中 站到这 站到这一边 现在大家越来越明着来了 明牌了 基本上 所以说 大家也能看出老美的胆怯 嗯 以及伊朗 近期的所有发言的强硬 嗯 所以说 不管从哪方面看 中东算是捏住他了 捏住他 所以说 那萨德防空导弹呢 这些东西 能到 老美啊 就是属于什么 我给你点 我只能是暂时给你打点防空 别的方法没有 萨德那玩子拉贵的啊 大家都知道 而且老美一年也查不了多少 所以说呢 从整体的战略方向来看 无论从哪看 无论从哪看 中东这个困兽 已经给他困住了 这个笼子 已经把他困住了 无论他怎么挣脱 无论怎么挣扎都没有用 他退军与不退军 别人也是揍他 嗯 因为退也是投降 所以说呢 以色列的结果 现在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但是呢 这一块是小事 中东这块 你现在是老美这块 嗯 肯定是往欧洲那边走 中东勒低越紧 欧洲玩的越大 这是契合一直说的啊 犹太集团利用呢 俄欧脱钩啊 是欧洲 先跟俄罗斯 契合 完了呢 再分割 咱家与欧洲的一个贸易 现在那个新能源 那个贸易战啊 这不就这么来的吗 最后让欧洲与中俄啊 脱钩或者是分割之后 然后呢 再拉起欧战 一个欧战 最后再彻底收割欧盟 所以说呢 现在的整个战略基点 就是欧盟里边 现在已经被击穿了 欧盟是碎片化 碎片化了一个 昂萨跟犹太 签住东欧这几个 所以说呢 接下来就看法德 法德站不站在那边 所以说他们 实际上已经收购 收割欧盟 实际上已经失败了 失败了 欧盟那并没有那么少啊 特别是法德 在咱家投资不少啊 虽然去老美先一部分 但是他们不能把这 堵住全部下到老美身上 那样死的更惨 所以说这无论怎么看 从这个几个战略基点来看 包括德法 这次前任的发言 完美英法德 那倒是谈了 1613刀各谈各的 所有的联署声明 基本上各说各话 啥也没拿出来 整个战略基点 什么都没拿出来 所以说呢 从这方面看 他无论怎么收割 但欧盟不管是 对待中欧关系 接下来的中俄关系 都会战略出现一个转变 如果说欧盟呢 躺着背歌 那犹太呢 就催生欧战 完了呢 把他们带入那个 甚至带入更大的一个战场 所以说呢 现在呢 无论咋看 无论咋看 中东这两边 两条线 再加金钻 所以说呢 就当下这个大势 你不用多看了 美霸权 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就没遭遇过 这种很重的打击 两线战场 两线战场 失利 完了 史无前例的制裁 各方面都失利 完了 随之 他们现在美西方 最大的敌人 公开的 与之对抗的 俄罗斯 依然能承接 这么大小的金钻 峰会 前线还在战场 所以说呢 这个就一目了然了 无论怎么看 接下来的新秩序 是势不可堂 这个老美 大势所趋 应该就在这儿了 所以说呢 这次金钻峰会 七哥一直说了 这个是一个转折 转折 当然了 这也是个起点 这也是个起点 所以说呢 无论 而且老美对这些呢 束手无策 束手无策 所以说呢 跟英法德这次的谈判 老美是一定是谈输了 现在这个碎片话 说啥都没有用 所以说呢 老美基地在中东被揍 现在老美是一声不支啊 一声不支 所以说呢 无论咋看啊 老美是等着大选 也好 大选之后也好 无论谁 谁上台 无论谁上台 几乎这个战略走向 已经明白着了 还是七哥那就忘了 老美不敢低了 低了刀下去 跟俄裕来开战 那咋整个完 一旦俄裕的战略 联合 伊朗这个防护罩 再给贴上 那几乎就没跑了 所以说呢 接下来中东 是战略反打 并不是被动 当然也挺好的 啥意思 这个反打呢 很明确 就是 以色列 无论你收不收兵 大家都走 因为都看出你 以色列现在是属于外强中干 外强中干 是胆怯 才让他胡乱的风咬 带谁咬谁 恰恰是 害怕 担心 才造成今天的一个后果 就是他已经使进了浑身力量 但终究不中用 他靠着紧有的空中力量 最后自己家的防空体系也被消耗干了 完了呢 他的整个企业倒闭就倒闭 外逃就外逃 完了 再加上红海被封锁 经济各个方面 现在 整个下滑将近20%到40%之间 以色列是打不起消耗战的 你早就说过这句话 所以说 现在无论是他 被还是背后老美 就是大力的援助 也是一样 这是两边被慢慢放血 他是没完没了的一个玩儿 所以说呢 他这种 无论咋出牌都没有用 伊朗现在这个态度就很明确 所以说 伊朗牵那个头镇守中东 那接下来 大家就都会像七哥说的 群雄并起 看着伊朗那种气势了 大家都会玩这儿了 除非老美在大选之后 配合以色列 对伊朗打击 但是那伊朗已经说了 你打击 我会十倍加倍还你 实际上老美在这波战略威慑 被伊朗已经彻底扒光了 伊朗这一波导弹 打的是非常 及时 也是当时说了 七哥说了 两强也在伊朗家 包括俄罗斯的总理 包括咱家的特派员 当时都在伊朗家 所以说伊朗这次 对以色列的打击 实际上不光是伊朗 这个事儿 所以说这个 嚣张的气焰 必须把它干掉 完了 那现在整体就是他无论往哪 往哪躲 小乙基本上是没跑了 最后呢 就是最低的 还是其他那句话 接受两国方案 内阁 内塔集团被清算 拿出来 他们当个责任 要不然 流浪去吧 只有这一个点 没别的 老美即使下场跟伊朗对战 那老美也是困兽 他也被困到中东 无论谁也救不了以色列 我就把话扔着 从去年十月七号 我就说了这话 到现在依然是这话 依然是这话 所以说呢 无论他怎么玩 他这次是逃脱不了的 因为全世界都在这看着你 大家都明白 所有大国呢 都表态 美西方之外的大国 都表态了 所以说呢 以色列想说了 他在这块 这一年搞这些种族屠杀 搞这些对百姓的 这种屠杀想 啊 你一想收兵就完事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无论从哪看 接下来勒紧的是叙利亚 叙利亚这次 一定会被两强加防护罩 所以说呢 首要的 最重要的 七哥告你们一件事 伊拉克 老美已经跟伊拉克签了 美军基地撤出的流程 但是呢 这些没有用 得揍 老美为啥呢 签呢 防止被揍 想拖延 但是呢 叙利亚这点美国 大兵一共的千八百人 是必须得先被端出去 叙利亚把美军端出去 完了之后 加上给叙利亚 加上防护罩 土耳其再与叙利亚建交 啊 因为沙特已经建交了 接下来叙利亚为大本营 拿戈兰高地 这是个步骤 这是必然这么走的 所以说 叙利亚现在的美军基地 天天被揍 就在这 所以说呢 此次竞争峰会 现在开的都是经济论坛 各方面说的 新开发银行啊 又是粮食交易支付系统 现在全会议 竞争完事之后 一定会对全球的战略走向 发布一个联合声明 或者是那一个简短的 对整个中东各方面的 一个态度走向 但是叙利亚是核心 这是小三角里边 中东的前线 齐哥说过 大三角中俄一 小三角白俄罗斯 80后加叙利亚 摊撒都是前线 所以说大三角加 小三角的体系 实际上是攻无不破的 谁也破不了 所以说呢 从这方面来看 叙利亚这层防护罩 加完了之后 这场战争博弈 就不光是离异边境 不光是战主党啊 是叙利亚这边 但是前提要把美军端出去 现在就是老美肯定不会走 东地中海这块肯定会爆发 但是玩多大 那接下来 大家就在这个位置 来吧 来一场 彻底的绝杀 落别的没有用 所以说呢 现在随着伊朗 撒特 要在红海演习 那整个阿联酋国家 阿联酋总统是第一个 到到卡上 到俄罗斯 到莫斯科的啊 他是第一个去的 所以说呢 从现在来看 从现在来看 这几个基础点 大家分工明确 你们没没看着吗 今天卢拉老爷子 虽然说是摔伤了 没来了 通过视频 通过视频也说了 上来直接说啊 支持一带一路 也是本币结算 完了 埃及总统也 也是一样的 都是表态 几乎都是一样 大帝呢 也说了啊 两个事 接下来也要建一个 金钻的一个支付系统 所以说两个事 金融 咱家这块提的是啊 新开发银行 包括金融系统 本币结算 所有的几乎都是这个 这就几乎围绕着这几个点 完了 这些国家又加着 抓着资源能源 加工业商品 所有所有的点 全在这一个里边 几乎是没跑 所以说呢 七个称之为 此次金钻首次 扩大性会议 是新秩序建立的起点 也是旧秩序倒塌的起点 就是在这 就是在这次 不一定说这次 非得把什么东西全敲定 但是这次 他就是不一样 比以往都不一样 所以说呢 无论老美他们怎么玩 接下来他们面临的几个点 还是七个那句话 无论是北约集团 还是谁 还是昂萨跟犹太集团 就是他们现在就是接下来 只有一条路 用武力 对 你只有武力 别的方面没有 别的方面 你只能看着 被慢慢放弃 因为你阻止不了 拿武力也是一样 现在拿武力也是一样 该武装的都武装完了 接下来无非是打仗的 这战场也不是没打 这都打他们两年多了 中东都打一年多了 所以说呢 现在 为啥韩国跳这么高呢 七个说一句话 韩国半岛那块 咱是斗儿不破的 不是 先翻美基地 亚太 火候没到 我不是说 我说半岛无战事 亚太无战事 只是火候没到 因为这块是早晚 是压轴大戏嘛 但是那两天 韩国跳得这么高 这家上市 给北约秘书长告状啊 给科长告状 又正让的 就显得像个 幼稚的一个 小孩是一样的 就是属于政治方面 确实差点事 所以说接下来 七个分约 日韩的 这整个基础点 就是韩国那块 是彻底贵了 彻底贵了 他是真担心 他是真害怕 对 他是恨不得 把北约80个国家 全拉到他住去 他就 他就已经 害怕到这种程度了 全世界 球爷 高奶奶 他不光向美国贵 他向日本贵 所以说 这基础点 他不一样 他是彻底贵了 他是真害怕 他想把这事 也想挑大 因为他现在 太担心了 那日本呢 日本给他后边 日本啥呢 乐意看到他拱火 听好 七个雷话 日本是乐意看到 他拱火 乐意看到 菲律宾拱火 乐意看到 台湾地区拱火 三个 他都乐意看到 日本在后边 干啥 日本上表面贵 表面肯定贵 大家都明白 但日本内心是 没贵的 没贵老美 日本为啥这么干呢 日本是 也想介绍 他们的拱火 最后在 把美国拉下场 最后日本是 日本在 搞乱亚太 与 脱离 美军殖民 这两项里边 日本选择后者 但是 他明目张胆 那他 会物理消失 所以说呢 他也想借助 这一帮 把这个热度 我烈度 给他挑起来 但是呢 他的目的 很简单 就是 脱离 美帝殖民 因为他只有 这一次机会 这是从二战后 他就被骑着了 一直到现在 所以说现在 韩日 他俩 不一样 目的不一样 明白吧 所以说呢 日本往前跳 日本跳 他只 怎么跳 你没发现吗 日本一直说 台湾有事 就是我的事 跟菲律宾建立 军事 联盟 菲律宾有事 就是我的事 完了呢 自卫队 又要上 上韩国 驻军 韩国有事 就是我的事 你们没发现 这个套路吗 他呢 也想给后边 老美往关岛跑 他们也想在后边 所以说呢 他的套路很简单 如果说点燃了 他能起到啥作用 他不会卖太大力 如果说给老美 牵制下场啊 那他就趁机脱离老美 他只有这一条路 他没有别的方面 对 这是连环套 不是啥连环套 说白了 老美实际上 想顶着他上 因为他是最符合代理人的 那几个 那就都小康了密 但是呢 他呢 想借助那几个 调点事 完了 他也想看看这个 东方啊 或者是中俄朝的一个态度 所以说他明白 因为他一动 就得锁死 他想当半岛 要是高烈度冲突起来 他想当大后方 那他容易挨磨 这点是明确的 因为这个地点呢 不中啊 不中啊 这个地点 不允许他蹦着 所以说呢 这三家在这里边 所以说现在的博弈上呢 老美内部大选不确定性 英法得日四个 吸力打鼓 谁不知道咋回事 所以说呢 一旦董王回来 他们怎么应对 董王不回来 起冲突 他们再怎么应对 就是他们在保证自己 不被打烂的同时 怎么在战后 能脱离美帝的军事殖民的情况下 还能搬个小板凳 坐在拍桌上 小板凳啊 像七个正高的椅子 他们是坐不上了 小马闸 搬个小马闸 坐那也他妈比 当蔡大尔强 这就是他们的心理 我分析他们明明白白的 这是四大反骨仔 英法得日 英法 二战前一战前的列强 得日 是二次工业革命崛起 对中苏伤害最大 他俩能保住这一波 实际上他们在这里边非常难 无论是美俄博弈夹在中间的德国 还是中美博弈夹在中间的日本 这个他们心里要明白明确 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乌克兰 你明白七个说的意思吗 他们毕竟不是乌克兰 所以说呢 谁起不起来 无所谓 但是关键的就这一点 如果说他们都有这种心理 实际上这里边就能完成一个什么呢 就像七个说的 腹底抽薪 就得这么玩 把外部的所有矛盾 推到老美 内部 让老美内部资保 七个告你 美国大选是不是感觉 大家感觉好像挺欢乐的 董王没事卖个麦当劳 这下一天 好像没啥事呢 七个告你 表面的风平浪静 代表底线的厮杀更狠 桌底线的腿都踢舌了 看着比尔盖茨也沾对了 现在美国的资本各方面全派站队 马斯克强力战 公开战 马斯克是赌上身家赌上性命的 我跟你说 赌完输了 马斯克必被清算的 今天别是盖茨处来 公开支持哈里斯 拿出五千万美元 看着没有 看着没有 兄弟们 所以说呢 美国的资本撕裂 政治撕裂 两党撕裂 底层撕裂 美国是个碎片化 它是个斗兽场 美国玩的是什么 怎么个玩法呀 它是通过种族 黑白黄 来分割 玩政治正确 黑人 政治正确 完了 LGBT 政治正确 这玩意都往上整 你他妈百事来个性别 完了 经济呢 也是切割 经济也是精英层 华尔街 完了 完了加资本 加跨国资本 加犹太资本 加昂萨资本 完了军工 哎呦我操乱了 切到全的嘛 切割 最后呢 中间层呢 靠股票 就是中产阶级 老美就靠金融 这一个魂拉住它 老美为啥 拉股票 老美哪都拉 为啥股票 这块必须往上顶呢 你就是下来 才得顶上去呢 因为股票下来 中产被收割 老美彻底完了 所以说呢 这下边呢 红脖子 完了呢 社区的经济分割 政治分割 军事分割 最最重要的是 中族分割 完了还有宗教 宗教分割完了 就上了 社区 社区就上了 气氛 白人社区 黑人社区 完了再呢 亚裔社区 完了亚裔再细分 老美给分 这个齐烈粑粑 就所有的老美 全都用分的 老美内部 七个高 他这个小火苗 要是点燃了 后果不堪设想 资本能掠夺全球 靠着美元 美军 能给他们分点 把持点平衡 还凑合 一旦把持不了失控 那就是非常可怕 老美就是个大染缸 你一旦这个缸 碎了 老美是四面开挂 所以说别看老美表面平静 兄弟们 暗流涌动 已经死杀到一定程度了 这种资本公开站台的 是美国总统选举里边 非常罕见的 历任美国大选 虽然背后有资本 但是并没有完全公开 从马斯克公开 占特朗普 再到比尔盖茨 公开占哈里斯 你就看着老美这个 这个斗兽场上也斗兽啥样的 里边 你能想到 对 所以说呢 老美 我七哥一直说一句话 老美的解体 不一定是按周算 这五十来个周三 他们苏联解体 那是属于加盟国 加盟国自然而然脱离就完事了 苏联解体实际上很平稳 在正常来说 但老美他可不是 这什么细分的 分的齐里巴巴 所以说呢 而且老美这个 很容易失控的内部 内部很容易失控 但是还是七个六个 大选不到最后一刻 就有可能 拜登给从德国回去之后 就直接发言 说应该把特朗普 关起来 给他来个政治进逼 看得不呀 就像这话都闹出来了 这他妈大选的 你给他要关起来 你他妈暗杀两次 没长明白吗 现在要关起来 这是他选的 要关起来 这是现在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你就想想 所以说呢 现在七个十二 民主党 与其说 担心 中俄一 大三角联合 他更怕 东王回归 所以说 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就是现在 各个方面 马上了 所以说呢 现在就是 所有的随形 美国那边 内部斗争这么严重 外部的金砖峰会 欣欣向荣 所以说这个世界 这个东升西降的 这一个切点 大家能看明白 能看明白 以色列成为中东的一个 牢笼给困着了 利用以色列 完了呢 老美呢 拜登 美英法德会议 联合声明 没点明白 完了呢 奥帕国防部长 美国突访基辅 最后来了一个啥 美国否决了 斯林斯基的胜利计划 老美很罕见 跑他妈欧洲灭火去了 给司机没气杆 去 司机今天又宣布 又整个计划 就无论咋看 反正 现在这个民主党 这块就想着 外边别出乱子 现在的乌克兰 你就顶 你就顶 你天天给我当炮灰顶 别整出太大乱子就行了 我大选平稳过渡一下吧 大选完了之后 咋的都好说 现在唠别的没有用 那塔那头也是一样 别作 恨不得 就放出来什么威慑伊朗 什么绝密文件 有模糊 这成的新闻用点 自己找台阶 现在全是这样的 但美军基地被揍 从来不支声 从来不支声 所以说呢 司机这些 所有的计划 红火都没有用 完了呢 韩国这块玩的这些东西 最后呢 还召见了 俄罗斯驻韩大使 俄罗斯的大使 回答过都完了 没承认 也没否认 派军 朝鲜派没派军 那意思就管你啥事 跟你有啥关系 你说这晚上掉胃口不在 啊 你们没发现吗 你们没发现一个问题吗 我用一句话说 那个那句话多重要 皇上不敌太监敌吗 就这事儿 天天网络报的谁呀 乌克兰 韩国他俩报的 美英法德到现在 也没说啥 中俄也也没说 都没说 现在 都给这个案子 都给他看的 对 就是你问 谁也不否认这事儿 但是也 也不承认 对 皇上不敌太监敌吗 这家给他们俩 他急完了 最后呢 整个围长 朝鲜 直接说了 我没派冰 就完事了 但这些东西呢 无论咋说啊 现在这会儿 派也没派 后勤人员 这些东西 实际上后勤 早就过去了 这是公开的一个秘密 但是呢 七个小说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 派 大规模过去 就是我最早提出来的 反向的朝鲜战争 老粉都知道 因为我去年我就看出来了 但是我说这个话 有个前提 是北约 大举 入城 八连货必到场 有个前提 这个这个前提 或者是北约刺激而动 对俄本土造成了 撕个口子 各个方面 需要八连货呢 说是做点防御攻势 各个方面 是没问题的 如果北约大规入场 那都不用想的事儿 这会儿是必须得下的 所以说呢 北约内部 现在明显的 是啥呢 有点矛盾 那主要原因 就怕董王回来 所以说呢 现在大家并没有 完全达成一个统一战线 但是有一点 他们要派 所谓的维和部队 进入乌克兰 实际上就是已经 换个名 换个名往里走 俄罗斯这边 几乎点名了 北约要借乌克兰之手 借乌克兰之手 所以说呢 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就这场战争是螺旋式的 必然会引爆 整个东西方的 一个战争形态 关键的这个事儿 关键是有一点啥 由不得欧盟 我为啥说董王上来 欧洲停不了 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点 董王拿 欧洲的拿乌克兰 这块所谓的和平 来换取 拯救以色列 这个事儿 在两墙那儿就不可能 那只能说 董王挺幼稚 就是他们想 入场中东 救以色列的时候 必然先引爆欧洲 三岁小孩都知道 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 马上要签站的签索 如果你光 进中东 欧洲什么都没动 那俄罗斯公开支持 也没毛病 所以说呢 他们必须是完成一个啥的 尔萨跟犹太 我都切割出了 完成了啥呢 切割 俄欧锻炼 在 中欧 贸易战 最后 推行欧战 完了 彻底收割 你只有给 俄罗斯增加压力 你中东 你才能 有可能 有点机会去救 但是呢 这个不现实 所以说呢 从这里边看 董王是为了救 以色列 但是两强 不会让步在中东 中东这把钥匙 不会让步的 所以说呢 董王 他在 说他的宣言 什么24小时 停掉 俄乌战争啊 又这那些都 都扯淡 董王发 说一句话 他希望 有一支 像希特勒 那个军队 我前天 我他妈刚说完 董王 玩的是民族主义 只有两条路 民族 宗教 纳粹 他上来 就是从 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只有这条路 没变的 这我很早就说了 对 他啥话都说 他 他就是那么想的 他也得那么干 对 这一点是一定的 你不用想 所以说呢 他要勾列 他这个整个底层 红脖子 白人为主导 他是这么玩的 没路走了 西方 七哥以前就讲过 这么容易 像他们这种的玩法 一旦 对外掠夺殖民的 吸血 是去效应之后 内部肯定是爆发巨大的忙 包括当政 但是唯一能拯救 暂时能稳住的 他们就得玩 说白了 一盘棋 这就这一点 要不然 那就是 七哥说的 四面开花 四面开花 所以说呢 他一定是往我那边走的 就是民粹努力 这就是董王 董王的一个战略方针 所以说 接下来 现在整个情绪 无论是谁上 但是还是七哥 我还是坚持董王 但是不到最后一刻 发生什么事呢 现在呢 他不好猜测 董王呢 我昨天说 直播说了 他还处在巨大的危险的路 但是他 上来一下就在封神 就现在的影响力 在美国来说 如果是继续民主党这帮 本来哈里斯 就是个小白 政治小白 一直不是很出名 突然之间 拜登不选了 把他捞上来了 完了 他就去票 就超过董王了 就这事儿 纯扯淡 就这事儿 纯扯淡 对 这都不现实的东西 他必然是 是大家都明白这点 你现在从美用 英英法德日 这几个 这几家 你就能看出 他们对董王回归的那种担心 有多大 你就明白了 但是无论咋看 他上来只能加速世界两极分化的一个严重性 这是必然的 这是必然的 所以说呢 三家也在等 三家也在等 但是无论咋看 你现在扣已经记上了 就是中东跟欧洲 那个扣已经是成为死扣了 谁解不开 董王回来你解不开 不可能让他解开 我就是一点 美俄不可能苟且 美俄苟且 中国我咋办呢 那是不存在的事儿 这个事儿就不存在 不用他们自媒体瞎他妈分析 这事儿就不存在 就是欧洲那边 你不会说老美你只有头 你要不然你们就干 就是美俄欧你们干 互相交往 中东想拯救以色列 那更是没门 那是天 那是扯淡 那三体人来吧 那是不可能的 就这两个扣 我那扣死了 你无论咋折腾都一样 你愿咋折腾咋折 无所谓 亚太你要想比喻 我就震慑去吧 亚太我只能含上我那句话 火候没到 火候到了 实际上就是 多老美积极吧 亲能先亲王吧 就这点事儿 对 所以说这 欧洲现在玩战略自主 玩自保的心 大家非常明确 无论是法国 要与俄罗斯什么军事竞争 还是英国与德国的军事绑定 还是德国与波兰的军事绑定 看似他们好像是给美国 在做少事 实际上他们 正为自己准备 准备什么 随时军事自主 随时与俄军谈判 随时上拍桌 他们要自己不加强这种防御攻势 那他这个逃了 就真容易让东方给摘走 欧洲的战场 必须欧洲来谈 欧洲来打 不能让美国在背后 最后我把他掏了 美国当时要打赢了行 打不赢 英法德想自保都难 现在 就是啥呢 欧洲当然了对俄罗斯的这个资源 啥呢 那都缠锋了 他们为啥愿意掏这么多钱 来支持乌克兰打得上战争 一旦俄罗斯被肢解 他们就跟当年苏联接体的红利一样 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 所谓的高福利 还能GVT 都玩起来吧 走向堕落 靠着吃 苏联的红利 再吃一波俄罗斯的红利 这就是他们 在这方面的想法 但是呢 一旦俄罗斯 立这儿了 弓炉不破了 他们就玩毒了了 他们 只能想到一点 怎么能跟俄罗斯 瓜分 我呢 法国就这么想呢 我就告诉你一点 乌西地区 法国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美英最后给拿走 美英要是 敢敢跟俄罗斯谈判 法国立马出军 立马出兵 你记录起来 说白了 刮分不了俄罗斯 那就刮乌克兰了 咋的上派出人 你不能 那不要不完了吗 对啊 对啊 目前他们是 掰倒俄罗斯 这个事儿就是几乎是 好像是 几乎为零了 现在基本上就是 这不大现实 但是呢 你经济不能锁死俄罗斯 你咋办呢 你军事又推不走他 那就是接下来 他们美欧集团内部的博弈了 就这个利益 你怎么玩呢 如果说他们在乌西地区重建 这个那搞这些 俄罗斯一发导弹过去 全都你撂了就完了 俄罗斯这场仗打的过瘾在哪 聪明在哪 新照不宣 美西方竟他妈吃哑巴亏 俄罗斯也不知声 你北约地下公事运的武器 北约集团开会 北约军官 我俄罗斯的导弹都可以瞄准 一发入魂随便干 干完我他妈也不知声 你美西方按着不报 那就都别报 我叫的就这效果了 对 你他妈捂着好几个月 运了一批武器装备 我到那两发导弹 直接拿下 拿下完了 我他妈也不知声 我当没看见 美西方吃哑巴亏 就是一点点就消磨他的信心 好不容易凑了 几个月 呜呜呜呜吵架 凑鼠里点逼玩 到那个一个导弹没了 偷偷拨摸的 给他把北约军官整起来 开个会 呱一发导弹入魂 没了 没了咋整个 敢报吗这事 你妈报大了不行啊 就上次咬牙报了 没办法了 那是死伤惨重 德国医院都干报满了 当时 纳扰直升机救的当时 那也不是死伤惨重 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咋地 就报了个死伤惨重 据说是几十个 当时一窝端的 所以说俄罗斯这个盗打的 你说这 很爽 不用公开话 就你们愿意偷着玩 偷着下 那讲得偷着下 因为啥 很重要一个点 就是黑海被封锁 完了俄罗斯就只需要瞄准一点 波兰的鹿鹿 俄罗斯在白俄 驻扎的 所有监视 全在这 包括卫星系统 全在这 在这块监视 你就这一条路路 咋找进来 俄罗斯就给你放了一条路路 你们咋找到得进来呀 进来吧 进来瞄准了 啥都知道了 在哪 白哪的都知道了 哎 外交又整 这块整完了 框像一发入魂 就这么整 乌克兰前线不是没有人的 连顾佑兵各方面 是他妈武器不行 全都给端了 所以说呢 美西方这种哑巴亏吃 这太狠了 我为啥说 昂萨犹太必须把欧洲 推向战场呢 现在 他们在这里边博弈 就是一发一发的 这种导弹 过去 这损失这么大 这哑巴亏吃的 给信心的磨没了 就感觉俄罗斯 这个导弹 是他妈无底洞 就是要多少有多少 就这个 就是对美西方来说 不可思议 这就是这么多年 美西方 给全世界人民骗了 他们北约多么多么强大 他们的生产力多么牛逼 他们的科技多么先进 他们的军工多么牛逼 那俄罗斯打 他妈两年半 在他妈导弹的 雷多少 那火箭弹 一天都干六万到十万发 你就想想 哎 乌克兰那可不是韩国 那大地方 六十万平凡公里 而且前苏联的基础设施 很难啃的 换另一个国家 跟乌克兰打 我跟你说 这个地球上 除了中美俄三家之外 我跟你说 想拿下乌克兰的 没有 就英法德那几个面货物 我们说乌克兰呢 我当时我就说 乌克兰掉头就能把英法德灭了 乌克兰无论是乌军 无论是战斗力 各方面防御攻势都很强的 他只是预露俄罗斯 而且俄罗斯对他的 这个乌克兰境内的 所有苏联修的这些 工业体系 那都都有图纸的 对 所以说 所以说这点不一样 六十万平凡公里 这么大 还有那么多城市 他没有那么好打下来 他不像说那是你那个小国啊 所以说从这点上看 乌克兰确实是 但是关键他现在有一点 美西方利用乌克兰并没有消耗乌克兰 国际基金组织今天宣布 俄罗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你把这战争打的 从他妈全世界第八一下干第四 你打的啥玩意 这战争打的 咋他妈包围 咋围剿的 这不是 你这是消耗吗 没消耗啊 不降反升了 以前俄罗斯自己说 他经济增长多了 我在直播节 我七个从来不提 是不是 我感觉他自个儿 包围的先玩 我说了也没啥幸福 这回老美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说 把那些购买力 各方面全算了一半 俄罗斯现在干到世界第四 你们扯得无了吗 对啊 这是有目共睹的 经济没有崩溃 所以说从这个战略点 美西方是全方位的一个战略失败 再加上这个竞争更崩溃 无论怎么玩 我跟你说 罗美都很难 接下来 不是下场不下场 不是打仗不打仗 打仗更会加速他的崩溃 你记住情况 他又不打 实际上这么狗的 天天让眼睛拿炖刀割肉 那更TM疼 更TM疼 都难受 里外都难受 老美被割得 没有精气神现在 就说的话 自己一点不相信 自己一点不相信 他只知道自己 几斤几两天 问题在这 但关键是 现在我讲的这些所有东西 我没讲东方 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在这稳着呢 这仗怎么挡 你最大的竞争对手 天天喊的是东方 到现在东方连毛里都没碰着 狂狂给那两线掉坑里 你要一头扎去 东方不得捏死你啊 一个回手掏过去 你这一辈子你也出不来呀 给东方周边整这几个代理人 你可一个比一个不中用啊 都是老二五仔啊 这东西你说 那肯定是回手掏啊 毛都没碰着 现在你贸易战金融 金融收割失败 他在降息的吗 这些东西贸易战科技战 什么芯片 这那围堵全方位失败 你玩玩啥呢 而且东方这两年 进出口贸易全是在涨 而且技术科技 有目共睹的狂狂突破 更重要是什么 海空下脚子 狂妄的 而且东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主流 就大家都向东看 没人看老美 全往东方看 这不是咱自己夸自己啊 这是事实啊 东方自改开 以来哪有个这种 哪有 就近两年 从伊沙和九 去年开始 去年三月份开始 到现在 这一年多 咱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游走 各方面 是超过以往几十年的 这不是你听过下摆了 不是为了咱们 啊 就说自个好 这是 这是事实在这儿呢 对啊 所以说 伤生太多了 这不是大便局吗 所以说 东方 当东方转变 整个战略思路的时候 这攻防转手的时候 当五项反霸权 发了一刻 实际上老美 他也没有回头路 嗯 没有 东方 对老美这个战略 这几年 用了太多招数了 太多招数了 都是春秋时代 玩过的咱们 两三千年前 玩过的咱们 但是老美不中用 实际上 疫情故纵 战略诱骗 战略反制 特别是 老美嘚嘚上厅的时候 东风 一发入魂 嗯 你说压制 咱们不玩别的 就压制 就压制 现在就上天 亚太 我就告诉你 我拔个字 贴脸输出 正面硬刚 但是后边还有四个字 斗而不破 不是咱们不破 是他们不敢破 你来 你演习 我就贴脸输出 你得了大劲了 我一发入魂 你过台湾海峡 我直接 福建 实在演习 要 你想挑半岛 我直接 围小岛 你那块挑 我直接 黄海 实在演习 俄罗斯给上边险 咱给下边险 两边夹击 就是我这些全做了 就啥呢 贴脸输出 正面硬刚 就问他 敢不敢开第一枪 你不敢开 就是斗而不破 这就是七个数量 亚太不退 俄罗斯不败 中东不愧 亚太不退 完事儿这是 欧洲 无论你怎么做 怎么打都行 我就五个字 俄罗斯不败 去玩去吧 你们 中东你怎么发疯 怎么玩 没有用 中东就几个字 中东不愧 玩吧 我看你能不能跳出 这个笼子 亚太你怎么做 都没有用 我贴脸输出 正面硬刚 我看你敢不敢 开第一枪 我贴脸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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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中国 peng英误 但是 tony 大射 也很害怕 那枪挂了吗 螃脸输出 就把他拍摄写了 才看吧 那么说七格 啊 这次我跟你说 七格当时又在树莓研 板上的零的 我都说了啥 我说近战峰会 美国大选前后 北约一定会在欧洲搞事 但是到现在没敢搞 实际上按战略 正常出牌来说 七哥告你是必搞的 但凡他们拿完油 三分之一的战略 他们都必搞 但七哥告你 这帮货就是无头的苍蝇 就玩战术的 玩比表演赛的 没有延续性 你知道就我说的 库尔斯克你都给偷袭了 偷袭完了就不管了 往那一扔 任由俄军拿人头 你见过这样打仗的吗 没有后续 啥也没有不敢杀 大选临近了 你还不造点舆论章 不敢挣 多那么气人 你说这帮玩意儿 没战略 都是一帮老政客 你一嘴他一嘴的 今天这个害怕 不敢整 那个拱火要整 这一天也整不明呗 正常来说 我说了 美英法德西方四大国的会议 最起码你得拿出来东西了 啥他妈没拿出来 以前欧盟开会 北约开会的大 凑笼班子 好几时 机翼歪歪一点 那都无核之众 因为你这个事拍板 就是一两个国家的事 你长大了些小鼻仔的 能能能能长成啥呀 这次我以为西方四大国 提前谈好了 到了一块 应该整个差不多 你说整这玩意儿 整着你说呢 咋呀这是 看着金钻跟着表演 很无奈 啥做不了 你说这玩意儿 这是我 我说的真心里话 但是我 以我对的吗 这昂萨的了解 他们也应该干点事 我告诉你 为啥没成了 法德 英法德 中东的一个战略牵制 在家董王要回归 拜登上不了几天 就得下去了 所以说龙美 现在一点幸运就没有 就是谁对他都没 没信心 他自己都没没没没信心的 就是他照着 我没说吗 那布林肯跟那个 那个 地缘大师 那个什么 沙利文呢 我说他俩一天 就和哪儿溜的 没有一件事办成 没有签什么 任何联合声明 这两年来 不知道晃了 啥的 我都不知道干啥呢 就跟他们 就是公款旅游呗 说白的 到哪儿干啥也讲不明呗 这个握个手 那儿拍一个照 啥也咋不明 反正灰头土脸回去了 回去了又一顿表演 泛演舆论 吹把牛逼 来外蒙古了 当那个阿大 利用大侄子 利用大侄子 吹吹 咋有地点 这么闹 还是其他那句话 咱也别说光说他们 苏联 美苏他们 都是靠这玩意 靠习惯了 西方的发家史 就靠这个说话 殖民史掠夺史 就靠这个 你说他们有战略吗 英国 他是啥呢 因 对中国话来说 咱们 这玩意 他坏 坏实际上玩的啥呢 是战术 他们战略 跟咱家比 差太天上一个地 对 他们是玩战术白费 他是阴 对 但是你当他这个 拳头不硬的时候 你瞅他 干啥 咱就理解不了 硬的时候 他有外语权呢 他这一爬子 那一扫 大家感觉 他惹不起 感觉他还挺硬 实际上 他啥套路没有 他遇到那硬式 他就老实 真老实 他本来不是一个段位 就没有战略方针 你就说这一点 就以色列这个事 就去年十月起初 老美实际上 他都没看出来 背后的 不那塔 也更没看出来 害群的装 装把毒子 老美航母开过去 像以前前五次 中东战争 你坐一把 狂狂向哈马斯宣传 完了举国之力宣战 完了征兵 他们没看出来 背后的事 最后反应过的时候 啥都晚了 已经扣着了 给中东来个震慑 完了打破一下 伊沙和解 你说到现在一年多 他没看出来 老美干嘛 伊沙和解干啥的 就欧洲这个事更是 俄乌刚打的时候 美欧美西方集团 那种自信 你们当时忘没忘 开会 是个小政客 出来就骂动俄罗斯 没事还得沾摸一下 咱们家 那种自信 你们当时 就立陶宛 就是这些小崽子 哪一个 除了不巴巴几句啊 那就势在必得 那这这这这 必赢的玩啊 我们这种史无前例的制裁 石油限价 我们军事援助 谁也不知道 你们忘了吗 这帮二货 当时 咱家实际上 就是黑黑一笑 咱家只做不说 他们光嘴炮 还是我那句话 你可以制裁伊朗 你可以制裁朝鲜 你可以制裁古邦 谁你都可以 封锁也行 这个地球上 你们唯一不能动的 就是俄罗斯 特别是你们想给他 赶紧杀绝那一刻 你们呢 就跟我一边聊会儿去 给我立正 谁都可以动 俄罗斯 他不能到 这太明显 那么你不看别的 咱就不看别的 咱就看地球仪 你们都能看明白 这叫给他妈嘚瑟的 现在呢 没人出来说俄罗斯 侵略了吧 大直子都很少说了 西方政客有一个说的吗 现在站出来 必须打倒侵略者 是胜利属于乌克兰 没了吧 还有吗 小政客哪一个 除了说俄罗斯 没有了吧 你还能刷着这种吗 都闭嘴了吧 都他妈牙口乌牙 一顿大嘴巴大耳雷 抽完都他妈老实了吧 他也知道拿嘴炮没有用啊 这些东西啊 现实东西跟着摆着 中间跟咱家五五扎扎的玩多少回 一会儿呢 你可以提供大规模 杀杀性武器呢 最后这个那个 现在为啥不提了 只字不提了 我告诉你 他提完之后 咱家带刀护卫 打驱逐舰 走了英吉利海峡 走了曼德海峡 红海 苏伊士运河 到地中海里 完了 从地中海 再窜出去 又到什么英吉利海峡 又到波勒地海 中俄手拉手 给地球走了 他们一圈 又阿拉斯加 又这那的 直接开欧洲家门口去了 他们不拿的小琴 欢迎就不错了 他还是 说你是威胁吗 你要多溜的几趟 那小鹰就得拿 小红旗就得开 欢迎 热烈欢迎了 就得 咱家现在除了大西洋 不是咋去之外 这个全球海域 遍布咱家的军舰 四处开划 四处出几线 基本上是 这不是俄罗斯跟伊朗 这么演习的吗 印度还给这关膜 逗死我了 给阿斯坦抬着 关膜去了 逗死我了 完了那 伊朗跟沙特 这不要红海演习吗 演完了 听好了 咱家跟伊朗演习 对 一个一个来 别着急 别着急 对 这肯定的 三哥跑着关膜 三哥这两天呢 上劲 莫迪说那话 金针峰会的议题 将改变地球 他不说全球 说地球 这存存给老灯上演要的 印太战略 老美呀 那大饼给印度画 你这要啥给啥 就画成这样 当时 到现在 啥也没兑现 莫迪老仙 两次 跑华盛顿去 连毛也没扒回来 最后是日本的 给拿点 老美让日本给套点 以前说给画饼 上着跟咱家嘚瑟 让咱家给杆了好几时 现在呢 金针峰会一开 直接印度宣布 中印边境问题 解决了 咱不说是永久性解决 这几十分谈判 给这摆着 不现实 但是七哥说的 啥意思呢 老美就擅长画饼 你给别人画饼 你给日本他们都行 因为啥 日本是你附庸 你掏不掏兜 日本他都得干 最起码你驻军 你给阿三画饼 阿三那是专门掏兜的 你不拿这玩意好使用 阿三是最恨恨你这些英美 这些殖民地的 阿三毕竟被殖民了200多年了 你拿这玩好使吗 老美 跟阿三谈话 要是按日本的方式 阿三能上去一个大玻璃窝子 能给他 阿三指着加拿大骂他 你就是美国立场狗 你阿三的心理你还不明吗 老美对待阿三 实际上你就得真金白银 哄着来 还得 他能跟你干点事 但这点事 整出点热度之后 回头他再跟你要 专业偷偷 老美正摆了 不了阿三 我就告诉你 阿三的利益在哪 在俄罗斯 人家是 买俄罗斯的石油 卖给欧洲 人家跟俄罗斯 给这吃了 你老美你天天花大饼没用呢 地缘上离得这么远 对 所以说老美想摆了 他摆了不了 摆了不了 所以说这次呢 金山峰会 他很积极 很积极啊 无论咋说吧 无论咋说 就是老美 自轮那个腰包 也不行 老想让别人上去比划 自己躲在关岛 日本都能看出来 你别说三哥呢 啊 你老美给这个 围堵中国 把你自个人不上 你让我挑衅 你他妈让我上 我不得挨揍吗 你说印度 他有没有那素穷油 那前提是西泰 老美你 你你先伸手行 你先干起来行 你说我给那 陆陆上搅和搅和 你他妈也不动 他妈咧个大嘴 让别人当炮灰 那么扯犊子一样 这三哥怎么干的 对 所以说呢 老美这套忽悠人的方法 纯扯那个人 大家都看出 但是侧面能看出 老美你胆怯呀 七哥说说那句话 无论老美以前 二战后的所有战争 老美不无论输赢 老美最起码有骨气 低了个刀自个上 长远战争是他自己上的 虽然被干退了 自己上去 带领了所谓的联合国军 越战亲自上 海湾战争 阿富汗战争 所有对叙利亚战争 都是他自己领头干 别人跟着他喝汤 大家愿意干 那突然之间 老美你咋的了 你他妈 他躲到后边 自个不敢干了 你 你怎么给 被俄罗斯 被伊朗下转了 现在 老美自个 精细神 没了 让别人上 别人也懵啊 这咋回事 这是 他上不上 他得挑人 修小孩 是不是 所以说 现在你说 他玩老美 就这个套路 指着别人上去 说的 你给后边援助 说的能给 大三角 中俄一 这个体系 各个击破 打垮 你说这不扯的 可能 消耗更谈不上 那只能消耗 他们自己 我说过一句话 中俄一 这个组织 这个结构 是什么的 人家是真正的 做生意的 美西方 是真正 掏药包的 你那种玩法 他能玩了 能长久吗 齐克说 对不对 所以说 大家要把这里面 想明白呀 他不是 只用打小孩 他不能 低着刀 下场 这个东西 他就不现实 所以说 二一个 他确实是 胆量给人 现在是综合实力 他自己知道 漏洞百出 老美 老美这个体系 几乎是 漏洞百出 嗯 对 也是到时候 但是咱不管咋说吧 老美这次大选 包括竞争峰会 接下来 整个世界博弈 老美也到了 该那啥子 做决策的时候 接着这么说吗 嗯 大小前后 或者今年 几年前吧 基本上两极风化 刚刚清晰的 就这个事 你不是谁能 掌握得了 世界必须从 单极向 两极 再向多极 嗯 这是必然结果 这是必然结果 老美他也阻止不了 谁也阻止不了 所以说现在 老美所谓四处漏风 四处漏风 代理人战争 你分对谁 对 你分对谁 你对这个 中俄那种 代理人战争 不现实 二一个 你老美那个代理人 现在也就是说 正正一般玩 也就乌克兰 还能凑合 其他哪有型的 老美的代理人 都不如他们 伊朗的代理人 伊朗那几大抵抗 知乎呢 都够硬 够硬实 那么如果没有 咱家老美的战略 是奏效的 可惜 你这可恼 哪有那些如果呀 他没战略 几个一天直播多久 我这也太累了 那行 我都休几天接下来 感谢李姐 感谢李姐 我都不敢修 修完挨骂 我都不敢修几 修完挨骂了 你终于说出我心里话 你终于说出 西哥的心里话 为什么 大家全部干 哥的都拍了吗 正常话之路 正式开戏 哎呦 七哥的战略就在这 一点没问题 前些日有人造谣 什么中印边境咋地的 当时我说了 这个事 这块有毛呢 肯定是一样的 但是很明显 三哥在老灯那 没有掏着兜 这次给老豆一顿涮药 涮药 但是这个事呢 是好事 稳住整个亚太 基本盘 现在是好事啊 短暂的 它也是好事啊 金钻国家现在 宣言啊 宣言 听一下啊 这是刚刚发的啊 五分钟之前 五分钟之前 宣言啊 扩大共同利益合作 进一步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 战略伙伴啊 战略伙伴 不光是经济 各方面 它一定有安全这方面的啊 还有提醒各国对乌克兰及周边局势的立场 提醒美西方对乌克兰及周边局势的立场啊 提醒下吧 对 完了 对非法制裁 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 要暂停 呼吁最不发达国家 特别是非洲南方集团 国家更多的参与全球进程 就告诉你们 揭竿而起 来吧 干老美 欢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起来 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必须给我站起来 不许跪 这句话很重要啊 重申支持全面改革联合国 包括安理会 市区更有代表性 全面改革 重申啊 这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去了啊 完了 金钻国家与其其他贸易伙伴的金融交易中 使用本国货币 对 完了 对联合国工作人员攻击其安全威慑 以色列立即停止此次行动 嗯 重申采取措施支持世贸组织改革的决定 哎呦我操 还有这个呢 改革 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 这不是美元吗 金钻国家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 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在安卡拉大楼附近发生爆炸 这是刚刚的新闻 并听到了枪声 这是不是阿尔多安去金钻楼梅上了眼药 咱们明天再看 嗯 我这么直播我有点不习惯 你连看连直播 我好像念新闻的 我好像念不留给这个 嗯 嗯 这就 给牛肉干上了两边 牛肉干是一个战略起点 就呼吁大家 接干而起现在就是这样 南方集团非洲所有国家 全是现在就是 哎呀咱们这代人赶上 真是赶上这个大变局咱们处在历史 当中啊七哥一直说的一话 未来几十年 大权没了那天 大家回顾这段历史那时候 或者接下来发生更大的博弈的时候 肯定这这段是天天大家讲的 自媒体天天讲的 到时候 到时候没准是AI机器人 坐着给你们讲了 那不是你们了 那时候又一代人了 机器人给这讲了 咱是处在历史当中 那未来肯定是机器人的 我们说十年后咱家满大街机器人的 对 掏入了 见证历史 又见证历史 对 哈达克斯坦长的 哎呀 又等这种 哈达克呢是他们长的 哈达克斯坦就啥也不不看 瞇着 当中俄裔的 战略 大概一样 完事了 他既 他表面便表现得很中立 实际上 中俄的 全天后的 集装箱 全是在哈达克斯坦 哈达克斯坦在离海的港口 也被咱家整下来 对 不要听那些 中俄的通道 往来通离海 还能通到德黑兰 伊朗 他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他是 二十个中亚这地方 老美是进不来 中东都快剃出去来 还 还会哪 人家有中亚的事啊 你想都不用想 这些东西 对呀 全单的 一个 这次到 金庄那会儿 我看还有巴勒斯坦 哈马斯组织也派人去了 完了 约翰和西亚的巴勒斯坦 那个总统他也去了 都去了 这是明显 实际上就是两极分化了 这就是大家纷纷就站队呗 对就有人支持你一块事 都是支持 俄罗斯那无所谓 就是公开的玩 公开的等的 咱们这会儿不也是巴勒斯坦 组织统一战线 不也是在咱那等 所以说 有两强的背书 大家就放开绑吧干 别怕 就完事了 实际上 就是我昨天说的一件事 是啥呢 美西方之外 就是第三世界吧 他们现在是唯一的一个机会 只有中俄能把他们身上的蛀虫清掉 霸权对他们的吸血能清掉 你包括日本的 他们这一帮不也是被他们 阿尔萨犹太骑着吗 没有中俄斗老美的话 他们这辈子都得被白费 白费 嗯 这讲讲土耳其 土耳其爆炸了吗 有啥讲的 爆炸爆炸完了 对呀 那是个新闻 明天再看吧 啊 被炸了 现场有枪声 我刚才看新闻了 对 七哥刚刚在哪看的新闻 不告诉你 我这都是实时的 嗯 喀山那边 实时传回 嗯 我肯定 不是看短视频平台 短视频平台 看了啥 嗯 但是呢 我那个 很多人老说七哥没有 说呢 特有铁粉 愿意听了爽文 说七哥 新闻敏感度不行 是以将战略为主 七哥我把话撂着 无论是外网内网 所有的东西 啊 第一手消息都有 但是呢 我是在座里边 做真别 我从来不讲那些爽文 哪个阿子妈 谁谁又干起来 扯了什么 B2被打下来了 一会儿 一会儿你妈那 中心边境又推20公里了 这这这这些话 你七哥永远不在说 我之所以现在能有 这种铁粉 就是因为你七哥 不他妈下百分 对 我会过滤 我会过滤 对 有些事一言假的东西 我就给他过滤了 对 我只做官方的 完了 最后我做战略推演 对 我不可能说 现在一天就可能下百 下百分 那晚上他也不能让我不饿 啊 七哥之所以能讲 在这堂堂堂堂的讲 你们应该明白咋事 一会儿这个 就是什么 他们报的事都天大的事 但是呢 全网都没有 整个 全世界国家媒体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干啥整 外网 哪个三炮 随便编一个 发完了 他拿过来 当真实的新闻 就给这边 就给咱家这边就开来了 开low下来了 讲的有鼻子有眼的 嗯 那个咱不整 你现在一切 回过头看 证明 是不是都都错了 啊 俄罗斯同学 俄罗斯同学会天天爆啥 今天 乌克兰前线 损失 两千多人 明天 一千九百多人 后天一千八百多人 这种事 我在直播间跟你们说过吗 俄罗斯报道 他不是一千损 损失一万多人呢 一千两千多 他妈 十天两万多 天天这么爆 你不有点扯度 我怎么多扯了一个人 那我能爆 我能跟你们说这个事吗 就现在乌克兰那边的俄乌前线呢 人头啊 拿多少多少 无论是乌克兰爆出来的 美西方爆出来 俄罗斯爆出来的 我一概不讲 存扯的一个人 那玩就战争打完了 也是习了糊涂的 对 你得真别 谁爆媒体 这玩意儿 他是跟正式挂钩的 他都有国家背景的 这都很肯定的 没啥意义 讲那玩意儿 有啥意义啊 网易呢 那那那我我都不有 你可以跟那玩意儿 我不想多说 那块的热搜 我这两天 我给别人就看了 说那块的热搜 西娃尔这块呢 就是 以色列给他装把犊子 干了一件事 表演赛整完了 舆论战给咱家 有几个媒体 直接就出来了 绝对是顶到第一排 我就不期议的说是谁 但是呢 我从来不看 那种幼稚的东西 你们不要看 影响你的大脑分辨率 舆论战 对 你不要看 就玩事儿的 没有用 他们这些 一点用都没有 7个上牛百斤 牛百斤卖卖 牛百斤还有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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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